有时夫妻双方来自不同地方 举办多场婚礼就变得在所难免 5月19号 Ella就与丈夫赖斯祥一起 在丈夫的家乡马来西亚 举办了他们的第三场婚宴 这场婚宴的主要宾客都是男方亲友 而婚礼也遵循古礼 拜别父母时 Ella忍不住流下泪水 之后Ella离开房门 没人则拿米筛为她折头挡扎 随后Ella还与赖斯祥 一起向公公婆婆奉茶 三场婚礼终于完美落幕 要休息的人真的很多 没有你们这一切都不可能 过程虽然累 但都变成美好的回忆 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请大家见谅 希望跟大家分享喜悦 也谢谢大家的祝福和礼物 老婆昨天这套进场婚纱美爆了